各位教友平安 我们在四旬集的第四个主日 我今天才发现我还没有换后面的玻璃 已经过了四个礼拜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呢 被教会称为喜乐主日 在四旬集当中是特别提到喜乐 哪一个喜乐呢 就是天主的慈爱之种喜乐 就是福音最后的一句话 我们应该庆祝欢乐 今天的福音来自路加第十五章 在路加第十五章内 主耶稣基督讲了三个比喻 经过这三个比喻 祂给我们描述了天父对罪人的一个慈爱 一个父亲方的爱 第一个比喻我们都知道 王娘的比喻 那只迷途的羊 离开羊群啊 不听那个牧人的话 然后自己跑掉 上牧只能去找他找回来 第二个比喻是一位家庭主婦 他失去了一个隐蔽钱 然后他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找啊 然后扫地到找到这个钱为止 第三个比喻就是今天的福音 所提到的这个浪子挥头的比喻 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些比喻的机会 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要回答法利赛人的一个控告 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一直抱怨主耶稣基督 他接纳的罪人又和他们吃饭很严重的罪 他们认为跟这种人啊 睡不远啊 或者那些公开的罪人 不是实底下的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可是他们真的是公开的罪人 跟他们来往是不对的行为 他们本身觉得自以为他们是圣结的 所以他们不肯这些人 他们非常怀斥这些罪人 那么耶稣接纳他们 他们也很喜欢听耶稣讲道 又跟他一起吃饭 所以法利赛人觉得说 这是不可容忍的一个不对的行为 所以耶稣讲了三个比喻 告诉他们 人是为了寻找还有拯救迷失的人 耶稣在张海的家 这个不义的随悟员讲的这句话 也就在路加福音前面一点 在十九章里面 我来的是为了寻找那些迷失的人 那么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呢 有被一些学者称为福音中的福音 因为耶稣在他内告诉我们 好像把天父的心 这种爱描述出来 然后我们把今天的比喻 跟福音中的其他的比喻比起来 其实差很多 有一些比喻很短 耶稣讲了两句话就没了 就是那个比喻 天主的果好像某某东西就没了 就没了 那个比喻就结束了 可是今天的比喻很长 今天的福音很长 也非常的优美 耶稣好像想要非常的详细告诉我们 天主对我们的这种慈爱 耶稣说有一位贵族 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跟父亲要求分那个产业 然后我们知道按照旧约法律 在分家的时候 大儿子老大 比其他的兄弟得了多两亿分 所以他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只能得到三分之一的财产 在某一些情况 比如说婚姻啊 或者要做买卖的时候呢 小孩子可以跟父亲要求 分他们应得的这个产业 不过福音当中的这个小儿子呢 他没有什么理由 他没有什么原因 他只是想要早就排队 不过父亲的管达 他想要张义原飞去过自己的生活 自以为很理想很完美的生活 父亲非常的无奈 只能尊重这不成熟福尔布什的小孩子的意愿 这里我们可以想有多少座父母的曾经遇过或者正在面对类似的情况 觉得非常的无奈 只能尊重小孩子的自由 又不断地为他们记得 等待他们懂事长大 放行自己的行为 我们自己也多少次这样子为难了天主 不断地挑战他的权威 想脱离他的监视 天主在他的无限的智慧当中呢 只能把自由 把这个自主权 现在一直讲自主 对不对 自主权给我们 你要做主吗 好 可是你也要承担你行为的后果 所以天主只能这样子对待我们 于是呢 这个青年就离开了 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 离开父的家里 他去过一个重情享乐的生活 当时呢 我们都知道 一个年轻五子又欢迎五子的青年 在这个环境当中 酒肉的 还有朋友的这个环境当中 不久就把所有的财产都败光了 夸光了 之后呢 之后就是这个青年没有想到的一个部分 不可能一辈子都有钱过这样的生活啊 所以他把钱 把钱那个挂光了之后 要怎么做 所以福音说 青年只能到一个本地的富家人 哀求所留他给他一个工作 这个人叫青年去放猪 耶稣 耶稣讲的很有效 因为犹太人对猪的想法 你们应该知道 猪在犹太人来看 是一个不解的动物 不可以吃 绝对不可以吃他的肉 那如果你碰他 也是会变成不解 所以养猪啊 放猪啊 是犹太人绝对不会做的一个事情 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可是这个小孩子呢 只能去放猪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孩子到最后的 这个可言的一个处境 这么卑贱的一个工作 他还是要去做 每当我们远离天主的家 我们拒绝这个深爱我们的父亲 我们去过谁要过得辛苦呢 做自己所喜欢做的事呢 结果我们就跟这个小孩子一样 我们失去了 我们做天主子女的这个尊严 然后之后呢 最后就是要当魔鬼的努力 过一个不如猪祸的生活那样 连猪吃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吃 所以我们这样子会 造成自己的一个残果 在这时刻当中 今年有两个关键的反应 第一个它是反省的 第二个它是绝意回家 它是起身 所以它先看到自己这么可怜的处境 它就终于还醒了 也知道它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它的父亲 所以它很清楚 它失去了儿子的这个身份 就绝对回家 跟父亲说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会再称为你的儿子 所以年轻就起身了 这是很关键的 可是这个七年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位爸爸一直等待着他 有一些圣人们解释今天的福音说 其实这位爸爸 天天都在看那条路 小孩子离开的那条路 渴望看到小孩子回来 所以小孩子回来的那一天 在远处的时候 爸爸已经看到他了 然后跑过去 父子相遇的时候 没有什么狠话 没有什么谴责 只有宽恕 只有慈爱 还是爸爸先抱着他 亲吻他 儿子想要开火 跟爸爸说 他已经准备好了唱会 才说了一半 爸爸也不理他 不让他说下去 马上恢复古人说 快拿来最好的衣服 戒指还有鞋子 给他穿上 这些都是当时贵族才有的 有钱的人才有的东西 也表示 我们做天主之女的尊严 所以这位爸爸是要 尽快回复他儿子的尊严 重新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 不但如此 父亲还要庆祝欢乐 所以他叫狐人 马上准备欢演 其实爸爸这样说 也不是说他偏爱小儿子 不爱大儿子 不是这种意思 而是说 因为这个小儿子呢 就时而复生 时而复得 才应该欢得 耶稣所讲的 这个语言的意思 就很明显的 那此年的父亲 是指天父 小儿子 小儿子就代表那些 明知故意地远离父家的罪人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儿子所陷入的这种堕落的处境呢 象征 罪恶的后果 害我们罪人失去天主真理的尊严 转折点在哪里呢 就在自我反省 决意回家 父亲 一看到我们回头 他无条件地接纳了我们 又给我们恢复了 儿女的地位的尊严 在每次告诫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恢复这个尊严 所以今天的语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还在世上 谁都没有不可能放得罪 没有不可能 无限的一种堕落悲剑的处境 因为我们凝落 同样呢 在天上 在天主那里 也没有不可能 不悲宽恕的罪人 没有将非拒绝的忏悔的罪人 你忏悔 天主就会接纳 你回头 你回复的家 天主一定会接纳 不会拒绝说 你已经违背了 现在因为没有钱回来 你给我 给我出去 给我离开 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天主 如果我们忏悔的话 天主绝对不会拒绝我们 所以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控告 实在是如此 耶稣就是罪人的朋友 耶稣接纳罪人 而且只有他才是罪人的真正的一个朋友 如果耶稣不见他罪人 罪人还能找谁 还能寻找谁给他们希望呢 如果耶稣没有救我们 我们还要去找谁救我们的罪人 所以有一位圣人说 在福音当中 法利赛人告耶稣很多罪名 其中他最美丽 最给我们希望 就是这个 耶稣接纳罪人 但我们很求圣母妈妈 帮助我们天天自我反省 我们要天天恢复 天天恢复家 然后永远信赖 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的慈爱 让我们可以求圣母妈妈这个人